大家好,我是来自ST电机控制技术创新中心的7thin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BLDC电机控制及其预测性维护的智能系统解决方案 这个demo物理上它包括一个STWinbox的智能系统 以及基于EVL Spin32 G4 ACT的BLDC电机控制系统 这个STWinbox它可以实时地感知环境的温度 以及振动还有电机的力矩电流等信息 然后将这些信息输入到Winbox中的NanoH AI的模型中 由AI模型检测电机的运行状态 并将结果反馈到上位机的GI系统中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系统的工作过程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demo 首先我们先给demo通商店 然后通过这个USB Type-C接口 将我们的这个Winbox连接到我们的上位机 点击刷新并连接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一个主界面 通过左上角的这个STAR按键 可以启动我们的电机进行运行 这时候系统出一个Normal的状态 你可以看电机在快速的加速 这时候我们给电机的轴加一个这种组置负载 在皮带上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上方可以很快的检测到这属于一个这种BET的物账 同时电机减速进入检修模式 就是我们在demo上清除这种扰动 然后并着上位机点Recovery恢复正常运行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电机在加速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状态 接下来我们再给系统加一个震动的扰动 可以看到同样我们的AI算法可以快速的检测出这种扰动 并再次减速进入检修模式 我们再次将其复位 并恢复到正常运行模式 最后我们再给系统加一个这种偏心的扰动 因为这种负载的这种变化 我们可以同样可以看到 AI算法很快检测到这种Magnet的这种故障状态 并且又回到了系统再次回到这种Recovery mode 通过故障复位 我们让系统再次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 ST-Winbox的温度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检测设备的温度 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设定温度预指 来判断设备是否处于一个异常的情况 当实测温度超过我们设定的预指之后 可以告知系统进入故障状态 同时减速或者停机 这个demo演示了如何通过运行在边缘设备上的AI算法 来快速有效地检测出设备的异常状况 并告警以保证系统出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状况 好 我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